郭嘉 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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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何在這村市不打球呢 你有數不知 網球場又有開 除了要打球場 離開真的 還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知道是什麼嗎 還有 還有什麼呢 就是檢查網球泊線 要不要穿過 當你知板底越長,線就會越來越跌磅 跌磅的話,這塊板會比較大,不是應該容易打嗎? 其實也不是,因為如果放了越長,線都會老化 會影響你的求感,甚至會受傷 Garian,這裡有測磅器,但家裡也沒有 我怎知道這塊板有沒有跌磅? 其實我們會有三個簡單的因素,就是檢查板要不要跌磅 如果正常的線沒有跌磅,打鍋時就會聽到很清脆一聲 但如果打鍋時感覺到板會很震,或者聲音會異常低尋 就代表線就要跌磅了 第二樣就是對於球的控制 如果你打球時會覺得很難控制球 或者你做適合所有動作都去不了你想要的角度或者方向 那可能線就要穿過了 第三,如果你看到這些板的線出現大幅度的移位 亦都是走磅的跡象,也要代表穿過線 我聽說你一個星期打幾次球 你一年就要穿幾次線,是嗎? 其實也不是的 因為穿線都是因人而異 當然如果你打的比賽越多 或者你對於spin的要求比較多的話 就會穿得比較密 那我要回去看看我塊板有沒有問題 看了啦啦啦啦啦啦 都要穿這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